大家好,我是飞飞 今天是2月2号,也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虎年大吉 那新的一年呢,很可能要从好的财务规划开始 报税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今年报税季刚刚开启 所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 报2021年的税,有什么新增的内容和注意事项 首先呢,IRS是上线了一个新的平台 可以帮助纳税人查询最近一次的报税信息 过去5年的缴税历史记录 还可以查到儿童税收减免的发放信息 纾困金的领取情况 那要查看这些信息 首先就需要在id.me这样的一个网站上进行注册 需要上传身份证件、照片 绑定手机和邮箱 还需要自拍进行身份验证 那之前呢,有一些权益组织就批评说 这个做法有侵犯隐私之嫌 但是呢,IRS说为了避免纳税人的身份被盗用 必须这么做 另外如果不需要查询这些信息呢 也并不一定强制注册这个平台 可以跳过这一步 直接按照往常的做法进行报税就可以 那通常来说大家报税之后 IRS会在21天内发出大多数的退税 但是今年呢,如果是申请儿童税收抵免以及低收入家庭税收抵免 需要等到2月中旬之后才会陆续的收到退税 如果在2021年收到过儿童税收抵免 需要等待IRS寄给你的6419号信函再报税 那个表格上呢,会列出2021年你一共收到的儿童税收抵免额 另外如果收到过联邦发放的第三轮纾困金 也需要等一张表 就是IRS发放的6475号信函再报税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这是因为这些钱之前呢都叫做预付款 有可能IRS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也就是说实际发放的和你应得的可能不一致 多退少补 那关于纾困金 如果符合条件但是没有领到第三轮纾困金的 可以在报税的时候申请让IRS补发 但是呢第一轮第二轮纾困金已经没有办法再补了 今年报税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收到的失业金 也需要缴纳联邦收入税了 去年特定人群领取的失业金是可以免税的 但是今年呢要算在总的收入里面一起计算税率了 今年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对Vamo Paypal这样的线上平台 如果收到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付款 而不是家人朋友之间互相转的账 那么所有超过600元的交易都需要上报给IRS 法律要求平台会给大家发一个1099k的表格 报税的时候需要一并提交 那之前的规定呢是只有一年交易额超2万元 或者是超过200次的交易才需要报税 显然今年手机支付平台的报税门槛收紧了 最后提醒大家今年报税的截止日期是4月18号 除非您是住在免英州或者是麻省 这两个州的截止日期是4月19号 去年因为疫情报税截止日期是延后了好几个月 但是今年呢到目前为止是并没有延后的政策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准备 如果一定是有特殊情况要申请延期 那么需要在4月18号之前在网上申请 另外呢大家最好采用线上提交报税的方式 并且留下可以直接存款 接收退税的账户信息 这是因为呢今年IRS是急缺人手 用纸质材料寄送报税等待退税支票 都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延误 就是一台三个月 剑能帮助 没有 就这样 准备